一般的糖 主要是由碳放氫氧所矢成的 醇裙的盾佔領的一個是八葉 然後又稱作也叫碳水化霧 因為他的一個分子是 邦卡 Böyle就像CH2O這樣一個比較 一般糖類是無色無味的 沒有氣味的 而大部分的糖類 溶在水裡面來吃的時候 你就會有甜味 它會刺激你甜的味蕾 然後它也會溶於水 好不容易我們 不溶于我们的非极性的一个容器 那为什么它很容易溶于水 因为我们糖上面的话有很多的存积 存积越多越容易溶于水 这应该是在你们一般的化学里面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糖基本上来讲 在我们身体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组成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它的功能 第五点 它可以作为能量来源 以前你们有学过 我们一个糖可以产生几大卡 一个糖可以产生四大卡的一个热量 那它也可以作为结构的一个成分 它可以参与我们细胞膜的组成 然后甚至的话有一些生物的细胞壁的组成 也都是由糖所组成的 那再来它也可以作为我们细胞的一个讯息传递分子之一 例如我们的一个核酸 核酸的这些遗传讯息 里面它就会有我们的一个糖 那什么糖叫核糖 所以你的DNA叫去氧核糖核酸 RNA叫核糖核酸 所以这边会有核糖 那它也会跟我免疫作用有关 免疫作用的话我们会有所谓的一个糖蛋白 糖蛋白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像我们身上的一个名牌或标记 糖蛋白会是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的一个标记 那细胞膜上它主要就是 你想啊你的名牌应该要放在你的一个身体 衣服的外侧还是内侧 名牌一定是别在外侧啊 衣服你就把它想像我们细胞膜 所区隔我们的一个 个体的一个外部和内部 那你的名牌 糖蛋白就会别在你的一个胸前 或者是衣服的外侧让人家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可不可以进入到这一个场所里面 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能等等 好这就是我们糖蛋白 然后再来它也会有所谓的润滑的作用 润滑作用的话例如像什么软骨素 你的软骨素的话其实也是糖的组成 所以你们常听到软骨素的话 我们如果骨关节啊 它这时候活动不灵活 这时候你在一些美式卖场会叫你买什么 叫固勒沙米 或葡萄糖胺 这东西的话就是糖的组成 那我们糖类代谢的一个疾病是很常见的 最有名的像什么糖尿病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我们的一个葡萄糖 而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一个上升 而引发我们所谓的一个糖代谢的异常的一个所俗称的糖尿病 或者呢有些人的话在乳糖的一个代谢上面 他没有那么的一个顺畅 所以每次喝乳制品的话马上去跑厕所 这我们真正叫乳糖不耐症 所以这东西的话是我们的糖类的代谢的一个异常的一个疾病 后面我们也都会陆陆续续来跟各位讲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